你知道距今不过三十年前 李登辉当总统四年多 民进党成立快六年的台湾 台湾人仍会因为主张台独 而被警察逮捕 检察官起诉 必须坐牢吗 江阿杰今天在全省三个地点 破获了涉嫌参与独立台湾会 叛乱组织的四名成员 其中包括了一名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目前司法单位已经掌握了 许多他们的犯罪证物 1987年7月解研 1991年5月 动员勘乱实习临时条款废纸 并不代表台湾人从此获得自由 中国国民党政权 仍旧透过中华民国刑法 第100条 与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 这两个恶法压制人民的声音 1935年开始 在中国制定实施 1945年 战后被国民党 达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刑法 第100条内乱罪 意图破坏国体 窃居国土 或以非法制方式变更国县 颠覆政府 而着手实行者 属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守谋者 属无期徒刑 1949年6月 公布实施的 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 家中处罚刑法内乱罪 规定犯刑法第100条第一项者 处唯一死刑 中国国民党政权 曲解刑法第100条的文字 扩张解释意图两个字 成为处罚思想犯的依据 只要主张台湾独立 都能被逮捕 甚至处死 人在国外 也会被以此条文侦办 变成无法回家的海外黑名单 1991年5月9日 调查局深夜进入新华大学 具体研究生廖伟成 并在其他地方 陆续逮捕文史工作者 陈正然 社医人士 王秀慧 与传教师 林英福 安正光 只因为他们曾经到日本拜访过 独立台湾会创办人史明 并阅读他的台湾人400人史明 当时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 风起云涌 获得社会普遍支持 私人却因为支持台独 可能会被依诊治叛乱条例 求助死刑 引起舆论强烈不满及反弹 独胎会案 最后是上千名学生与群众 占领刚落成的台北火车站 打听抗议 火车甚至因此过展不停 在街头运动压力下 中国国民党政权终于在1991年5月17日 三读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 一星期的抗争 终于让杀人无数的恶法在台湾消失 但是 刑法的100条人在 国民党政权依旧可以用此条法律来逮捕 起诉人民 1991年9月21日 由世界蛇毒权威 中研院院士李正元 台大经济系教授陈世梦 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 及中兴大学子公系教授廖怡恩 成立100行动联盟进行反阅兵 被恶法运动 在国庆日阅兵彩排时 遭到宪兵痛勾流血 送台大医院急诊 他们对你打下手的时候 他脸上是在笑 他们一点都不觉得 这个有什么要顾忌 打得很高兴 他们本身就是觉得这种人是可杀 那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出嘴 这反而更坚定 他们在国庆日当天 发起和平静坐抗议的决心 尽管最后被警方强制驱离 但废除刑法第100条的诉求 因此得到更多支持 舆论压力使国民党 不得不处理刑法第100条 在立法院攻防时 民进党和100行动联盟 皆主张直接废除 但是中国国民党 仍坚持刑法100条 只可修不能废 最后超越冲突下 同意十字掏空刑法第100条 在本来的条文加上强暴或胁迫 换言之 以和平手段主张台独 将不会再受到刑法处罚 1992年5月15日 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 隔天5月16日 总统李登辉就火速公告 修法生效 刑法第100条修正后 台湾才迈入自由社会 当时监狱中 仍有许多被以刑法第100条起诉 监禁的思想犯 在法院引用修正后的新法改判后 他们也陆续获得自由 彭明明 黄昭堂 等长期无法返乡的台独黑名单 也得以回到他们朝思梦想的故乡 新法第100条的修正 使台湾成为自由国家 不过才是30年前的事情而已 没有当年前辈的冲撞 就没有今日自由的台湾 而30年后的我们 有把握着得来不义的自由吗 努力使台湾成为一个 新而独立的美好国家吗